艺术能量 五分钟认识一位艺术家 欢迎你登上艺术方舟 我是Color爽 你听说过 星期天艺术家这个词吗 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来指那些 指在星期天画画的业余艺术家 我们今天要认识的 艺术能力者卢梭 就是一位星期天艺术家 在那个各个流派的艺术家 争其斗艳的时代 一位业余艺术家 怎么能脱颖而出的呢 现在我们就坐上方舟 去拜访这位业余艺术家吧 我们到了卢梭上班的巴黎海关公司了 刚进去就看见坐在柜台前的他 正偷偷摸摸的在一张纸上 涂涂画画 这到底在画些什么呀 他正画得津津有味的 突然他的上司静悄悄的凑到了他身边 看他画画 上司一瞧 好你个卢梭 上班时间又在画画 上司瞟了一眼他的画 画的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丛林中狮子咬着一头野鸣 很平面 没有什么空间感 而且每一片叶子和树枝 都画得很平均 没有什么主次之分 我劝你好好工作吧 你这水平和小孩差不多 还是别做梦了 都四十岁的人 现在还想画画 上司边说边摇着头 气愤地走开了 上司的这一番画 让卢梭有点赌气 他就偏要画画 而且他暗自发誓 我一定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艺术家 一到周末 卢梭就背着小画架 去博物馆里临摹各种名画 他一边临摹 一边琢磨出 属于自己的卢梭作画法 每次调色版 都只放一种颜色 把这种颜色 全画完之后 擦干了 再放另一种颜色 这样做 可以避免颜色混淆 就这样 自学了几年 卢梭对自己的画 非常满意 他辞了工作 要开始追求 自己的画家梦了 辞了职 卢梭想干嘛去呢 你肯定猜不到 他去摆摊了 他把自己年 这画的所有的作品 都放在小推车上 每天在巴黎的街道旁 摆摊卖画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卢梭一幅画也没卖出去 终于有一天 来了一位 穿着条纹衫的年轻人 他一眼就被卢梭的画吸引了 这位年轻人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大师 没错 毕加索 他走进了卢梭的小摊子 拿起一幅画 认真地看了起来 哎 这热带丛林画得真是奇怪 不过很有趣 像小孩子平图的画法一样 颜色也很鲜亮 卢梭一看 终于有个识货的人了 一下子就打开了画匣子 我去过很多热带与林 我还去过北非 我最喜欢这种抑郁风情的话 毕加索边听卢梭说 边赞赏地点着头 这时 卢梭心里安心 哈哈 被我骗了吧 我压根没去过热带与林 这画里的植物 就是我没事的时候 去巴黎植物园散步看见的 我只不过把小植物变了一下 想象成一些 看起来神秘又奇特的热带植物 实际上 卢梭对丛林和沙漠这些自然景观 有一种热爱 一直想去 但却没有机会 可能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吧 卢梭就经常梦见这些自然风光 后来 他就把自己的梦里的景物 给画了下来 比如 睡眠中的吉普赛女郎 画面中出现了迷人 而奇妙的北非沙漠风光 狮子和熟睡的黑人的组合 大胆的想象 加上 精微平图的细节 产生了一种梦幻感觉 那一天 毕加索在街头 买了卢梭的一幅画 他还把卢梭 带入了当时巴黎年轻艺术家的活动圈 卢梭画中那种梦幻又执着的感觉 给这一群寻求创新的艺术家带来了新鲜感 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卖画小摊贩 变成了一批艺术界黑马 他们还经常为卢梭扮艺术联欢 叫卢梭之夜 好了 我们今天认识了一位晚年成名的星期天艺术家 他的画风奇特 天真 给人一种梦幻的感觉 表现出一种执着 像孩子般的画 卢梭的经历 也鼓励了那些 不会画画的人 勇敢地拿起画笔 去表现自己所见所想 并坚持地画下去 画出和别人不同的风格 卢梭说过 我也曾被告知我不属于这个世纪 可我通过顽强的实践 终于获得了成功 恭喜你收获了卢梭的地艺术能量 下一次我们将要去找一位 留着两撇怪胡子的地艺术家